到底所谓的业配这媒体制入性行销谁比较严重 蓝军就踢爆 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这制入性行销拿的最多的就是自由时报跟民事 而且承包的金额远远是其他媒体的上百倍 被骂翻的制入性行销到底哪些媒体业务量第一 立委踢爆原来狂骂马政府搞制入行销的自由时报 在民进党时期至少拿832万就是冠军 自由时报得到的统包制入行销的金额是联合晚报的45倍 严格来说自由时报一半也是民进党养的 至于电视台拿政府的制入性行销也有吓死人的差距 民事得到的金额有多少呢 5亿6千多万 民事整整是中市的270倍 三立在94年95年的时候也一军突起 赢走了单年单年的冠军 民进党时期媒体统合行销至少27 8亿 蓝军痛骂过去最会买新闻的政党拿钱最多的媒体 如今有狭立场骂得这么用力 国民党再度宣示要修法将广告跟制入行销做切割 制入行销大战 如今政党跟媒体的真实面全都现行